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這件事其實是在曼聯和韋詩岩踢那場捉總盃發生的 但嚴格來說不關曼聯事 但這個知識我想大家都有興趣會知道的 因為大家明白了 韋詩岩一開球就傷了奧波納,瞞入了Diob這位中堅球員 但到了半場的時候,他又被換走了 原因是因為他在臨完半場之前 跟Marsier有個頭部的碰撞 後來韋詩岩就證實了他們用了第一次 在英國足球中第一次的 Concassion Substitution 即是一個腦震盪的締補 因為一個球員而持腦震盪 而作出一個締補 我看看Sky Sports的報道和大家討論 Diob本身是16分鐘入締了受傷的奧波納 然後由於剛才所說的,跟Marsier 頭撞頭,在快完成上場的時候 但是Diob繼續踢了半場 直到半場過後 韋詩岩才作出一個調動 他們就在他們的Twitter帳戶上確認了 在Diob的調動來說 他們就用了一個叫做 Concassion Substitute 即是說老震盪的締補 令到他們總共可以換到六個人 因為大家都要留意 竹種杯原本可以換五個人 加上Concassion Substitute 換六個人 但有一樣要留意 原來他這樣做之後 曼聯 都可以選擇換六個人 因為 這個 叫做 老震盪締補 或者老震盪換人的條例 在2月6日英超和女子的英超已經開始了 然後竹種 搞的竹種杯 同一時間 每一場球最多可以有兩個 老震盪換人的名額 不算 如果竹種杯就是原本五個換人名額 如果英超就是原本三個換人名額 但留意的地方就是 對加 你用了一個 老震盪換人名額 對加也會多一個換人名額 這樣才 大家覺得公平一點 韋斯林的領導 博耶斯就這樣說 他說我們仍然都覺得 Diob是OK的 但是他始終在 進完半場前 和阿媽斯撞了一下 所以我們就不想踢任何的 危險 所以就在半場的時候換掉了 這裏也講解 對加也可以有 我想 一個基本的 評估 Diob就是有這個可能性 就是concussion 但是 阿媽斯撞沒有 所以阿媽斯撞沒有用到這個換人名額 但是 這個條例 一行了這一次之後 其實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問題 是怎樣 就說 一個慈善團體叫Hatway 就是 希望關注 老震盪的情況 他就說這條條例 排面上就是這樣 但是一擺出來 第一次走就已經有問題了 為什麼 其實Diob 疑似老震盪的球員 在球場上高 只受了兩分鐘的評估 繼續踢多9分鐘 直至到完上半場 之後 才決定換掉他 但是其實 一個比較 合當的 真的保護球員 的方式 應該是 他的評估 要有15分鐘 去到一個比較靜的房間 慢慢再等醫療人員 跟他作出一些 治療 或者 問他一些問題 這樣才可以知道 究竟他的腦震盪 是不是真的有事 問題有多大 所以他就說 做了這個條例 這個protocol 其實有很大的問題 只是兩分鐘的評估 就讓他踢回 然後到半場後才換掉他 其實他踢回那幾分鐘 是一個相當大的危險 所以他就覺得 既然你都說可以換多一個人 為甚麼 當時就要 讓他處理這個15分鐘 讓他處理 然後那15分鐘就可以換 換另一個球員進去撐住 因為原本說這個concussion sub 是臨時性的 例如 用Diop這個例子 Diop就要用15分鐘去評估 其實就是那15分鐘 找另一個球員進去撐住Diop 等到評估完了 究竟Diop是有事還是沒有事才再決定 如果Diop是沒有事的 那就換回Diop進去 如果Diop有事當然 那個球員就正式換走了 但是現在的protocol 就不是這樣 現在的protocol反而是 兩分鐘 幾分鐘 即時來說 檢查了有沒有事 覺得他沒事就先撐住 直到遲些 可能半場 甚至乎完場 發覺有事才換 這個其實就是 尤其是對於 那個concussion sub的原意 其實就有點扭曲了 不過anyway 大家都有大家不同的意見 總之現在來說 最後跟大家confirm一下 現在在英超來說 這個腦震盪的換人 條例就是這樣的 如果有疑似的情況 球會可以選擇 換走他 有兩個這個名額 但同一時間如果你用了 用了這個名額的時候 你的對手又會多了一個換人的名額 因為這樣才公平一點 OK 以及 疑似老震盪的球員被換走之後 就不能夠上場了 OK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到底遲些怎樣發展 就不知道了 不過 老實說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開始 可能還有很多東西要fine tune OK 這次節目來到這裡 感謝各位收看 拜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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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始吧 OK OK 先開始吧 先開始吧 首先我想要歡迎大家 去這個非常特別的活動 我認為自己 和大家也為了 OK 是一位我的前度是一位我的季度和一位大人的男人 英國的隊長, Brian Robson,正在前面 隊長,早上早上 早上早上,是很高興在香港,很高興來這裡 因為有一個風險,因為有風險 沒有,我很幸福,我真的沒有太過分 好,那是好 那是好,那是好,但是風格今天看得很好 謝謝,謝謝 所以我認為你準備好了一些答案給我嗎? 是的 我知道他一定會不會被人 不是,他會是我的余動 我不會問我余動 第一問是 2月2日 你會把MUNA的隊友打拾 和BARCELONA 在2個比賽 在 Old Trafford 是的 你怎麼做的準備? 準備準備是很好 我们有很好的组织 有些人像Edwin van der Saar,Rude van Nesoroy,Dwight York,Kennis Erwin 所以我非常感激烈的组织 那我们一起进入了比赛 它是很棒的原因 The Manchester United Foundation 他们做了很棒的工作 通过社会和伙伴 所以希望我们会获得很大的群织 是的 我肯定会获得很多钱 是的,那是非常棒的 我原本是最好的 我原本是在这里 divis 我们的学生 计划